老板 我是不是要叫你一声师叔啊 师叔 您在看什么 我就随便看看 每次来都这样 这就是我小时候 我跟我爸 你是说 这是你爸 这真的是你吗 是我 您是认识我爸爸 叫广达吗 你 你是广达的女儿 她是我的学生啊 刚来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是个好苗子 我特别喜欢她 经常我得约到家里来 来吃饭 这张照片 就是毕业以后 她来家里唯一的一张合影 她的一张合影 没想到 对不起孩子 提起了你伤心的事情 没关系的 王老师 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会再难过了 反而 今天能在这儿遇到您 我也很高兴 王老师 王老师 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帅 是啊 好多小姑娘都追在那儿 那还不是被我妈拿下了 王老师 王老师 这个是老板年轻的时候吗 是啊 老板 我是不是要叫你一声师叔啊 师叔 给你那样东西 师叔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笔记 里面也有很多设计图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呢 是和你爸爸广达 一起完成的 既然你是广大的女儿 这个东西啊 就应该送给你 也许今后工作当中 你会用得上 王老师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广大的女儿 应该送给你 希望你今后努力 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得比顾川江 不敢比 不敢比 王老师 你也太偏心了 这个笔记本我都没看过 大老板了 就不需要这个了 需要 谢谢王老师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不敢跟老板比 但我一定会像我爸一样优秀 一定会的